我手機換掉了 那我先用這個OK 好OK 所以我們解釋一下 宣宇來解釋一下 你剛剛跟我說 1ohm的電阻的導線 跟100ohm的電阻的導線 你認為1ohm的電阻導線 它比較容易發胖 為什麼 對 這個事情非常容易 來 說說看 來 那我跟誰說 到底是他到底怎麼說 你說 我先叫你說 好 等一下 他要說 先說 因為他先告訴我結果 好 那個 電阻 我把它畫出來好不好 好 這邊呢 有個電源 供應了兩條導線 上面有個電阻 這邊是1ohm 這是電阻的單位 這邊是100ohm 這A電阻 這是B電阻 所以你說 A電阻會比較大 嗯 來 來 就是 你剛才有講到的 一個例子 你知道嗎 那個 一個ohm就是 輕輕的這樣子抹擦 然後100ohm就是很容易抹擦 對 親機們會比較 比較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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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沒有誰要平衡呢 好 我可以上去講 OK 其實 又撞到車子 太大了 欸 你要下課了喔 嗯 好 我剛才老包教室都沒有人幫我講 老外沒有整個上課 直接就這樣 好 我們先看這個同時 然後 因為 他的 這樣子 他的電壓 就會像 所以 他的電壓 我把他設定值 叫做 X 對 X 然後 我先設 然後他有兩個 所以 他 會有 一個是 X 那 他有 一個的電流是 X 那他的電阻會是 E 然後另外 一個 他的 電流是 100分X 那他的電流 然後 我們看一下 然後 把他丟過去 所以 X 等於 X 然後 這邊 一樣 不對 這樣 好 然後 因為他的電流 這個的電流 比較慢 然後 這個的電流 比較快 然後 他 越快 越 容易發熱 因為他是平方 所以他這樣跑得跑 因為 X 平方 乘上 1 會大於 1 百分之 X的 平方 乘上 100 那個 有聽懂嗎 沒有啊 這是 合理的結果 沒有聽懂 他自己 官員不錯 他用他的數學 來做典型 就是 我們大方 那樣 開始很習慣用數學去思考 但是 其實我們就用假設 很多位置出 因為假設很多位置 容易 疑惑掉 來看一下這邊 好 簡單這樣 在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先從 其實 遇到物理的問題 我們以前老師告訴我們 我覺得很有效 實際上 這對人生的問題都是一樣 你遇到一個問題 要先把問題先簡化成好幾個小問題 這時候你解決一個小問題 你就進步一點點 解決一個小問題 就接近解決問題 你一個問題 一個小問題 一個小問題 解決掉了 你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要先把大問題 先把它拆成小問題 簡單這樣看這個問題 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我想知道 這邊的電流是多少 怎麼辦 電壓 我電主是一樣 電主是一樣 電壓是一樣 所以這邊電流是多少 先把他拆成小電流 對 沒錯 所以這邊電壓 你看這邊是個V的電壓給他 這邊電流會是多少 V 電流是電子的電壓 對對對 電壓除了電流等於電主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地理 所以我們的電流會等於什麼 這兩個都交換而已 對不對 這樣問題 因為我蠻好 你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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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I分之V等於R 變成I等於R分之V 有問題 對啊 沒有問題 有問題 這樣轉換過來 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12除以3等於4 對不對 上面這個 3等於什麼 4分之V S2 哦 反正 在這邊你可以看 12就是V I就是3 R就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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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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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功率P B 乘上 100% B 乘上 100% B 乘上 100% B 乘上 所以PA的功率比較大 是PA的功率比較大 是PA的功率比較大 ok 這樣子我們比剛剛用X 戴進去 充足一點點 好 有吧 我脫了 冠炎沒有錯 只是解釋通常不一樣 那我們盡可能用一個比較學過直覺的方式來表示 那如果代比去插盤造型 好 先以跟冠炎特加一點 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有追導再想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那同學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 在國中這邊很多時候不見到雙量精確 正雙量精確 但是國中要有嘗試 我說要有嘗試說 當這兩個電阻 一個小電阻一個大電阻 我給它通常電壓的時候 只要這兩個電阻覺得電流比較大 用嘗試看斷 你在嘗試看斷 電阻越小的 電阻越小的怎麼樣 電流越大 電流越大 同不同意 同意吧 會不會有於一個石油炮半高 它會兩邊相同 再講一遍 就是會不會有兩個電 就是會不會有 一組電阻 然後 有辦法讓它的電流樣子 電流是相同速度 然後接不足的電腦 對啊 接不足的電腦就可以了 沒有 我都接同樣電腦 沒有辦法 我剛才沒有辦法 你電壓越大 電壓越大 表示說 我這兩邊 有同樣的力量 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推動它 一個是阻力很大 這條導鍵阻力很大 一個是阻力很小 誰會被推得比較快 阻力很小 阻力小的嗎 電阻力是大 我電力越小 我的電流量可以大 對不對 那接下來你喜歡功率 電風率的時候 是不是想到 你電流量越大 電風率就越大 越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家裡面 吹一吹公斤跟吹電風扇 一個公斤是1000瓦 一個公斤是100瓦 其他這兩個電氣用品 它的導線上的電流量越大 一個是1000瓦 一個是100瓦 1000瓦 1000瓦電流量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電壓一樣 電壓一樣 我們家裡面 插座上的電壓是一樣的 110瓦 110瓦 基本上不是110瓦 台灣是用110瓦 不是150嗎 110瓦 120瓦 110瓦 120瓦 120瓦在哪裡 還沒有150瓦 大二字好像是150瓦 Please tell me 全世界哪個國家用150瓦 這非常非常少 為什麼我覺得電壓越大 越容易把電死了 110瓦 應該會死了吧 再講一遍 鮮的沒事 電太多 不是不是 我們會再繼續往下講 因為電壓大有好處 對 電壓大有好處 我們現在就要講 110瓦電到幾樣子 110瓦 110瓦就夠長了 握握握握握 你想看 你想看 我身上電子是比較大 我身上是有電阻 我手不喜歡碰到電 假設電是110 跟220 跟440 這邊是110 220 440 可是地上的電壓是0 所以電會從我手 就到我手 對 我的身上電子是一樣大 所以電壓越大的時候 我身上流過電流越大 越大 身上流過電流越大的時候 電功率越大 你會發熱 是發熱 是發熱也沒有錯 但實際上你的心臟會負荷不了 然後點心脈就會退火 好 心脈已經 OK 好了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我們再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不同的電壓差 為什麼有些國家喜歡用搭點電流 電壓 有些國家喜歡用搭點電流 再講一下 電壓就有超能力 再講一遍 電壓就有超能力 好 是嗎 好 假設我現在用100 用一台吹風機再吹 好 吹出來一公司熱風滿 那我說這是一百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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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的吹風機 一千王的吹風機 所以呢 我接到一百一的電壓的時候呢 請問這個導線 中間的電流是多少 一千 很難算 用一千一百 歐姆 一千一百瓦 一千一百瓦的 功率的吹風機 我現在接到一百一的 插座上 鍋裡面的電流是多少 十啊 十啊 非常好 好了 我去另外一個國家 我接到一個 兩百二的 一家的 五彎 五彎非常好 我們剛剛講過了 五安培 它發出來熱比較大 還是十安培發出來熱比較大 十安培 十安培啊 你跑得很快 你電流很大 對不對 你發出來熱很多 所以就是 這兩條導線呢 當然是十安培的導線比較燙 十安培導線比較燙 十安培導線比較燙 為什麼你說電線走火 因為太燙 然後那個塑膠皮啊 那個旁邊的塑膠皮融化了 融化完了之後 這裡還要打進去 卡在一起 卡在一起之後呢 卡在一起之後電子多少 卡在一起之後電子多少 零 零 零電子 這邊零電子 零歐姆 零電子 理想的通通之下 這邊的電流多少 無限大 電流是無限大 電流是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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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是零 理想通通是無限大 要多少就有多少 對 理想通通是這樣 電流是無限大 功力是多少 無限大 所以功力無限大 所以功力無限大 瞬間在這邊就是 啪 產生大量的火花 很高溫 所以我電線是用巫師做的 他就發動了 對對對 現在你看燈泡裡面的巫師啊 他這樣轉路啊 燈泡 燈泡 燈泡裡面的巫師 他就轉路了 你沒見過巫師了 沒有看過 沒看過 你以為是Witch 你下次如果有機會去 摩托車店或是汽車店 去跟老闆要一個那個 大燈或是後車 應該是 方向燈的那個燈泡 看一下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啊 這裡又有 不會 有後燈會 有 要冷靜中的 他只有20mits而已啊 你仔細看到裡面 兩根大島間中間有一個小戲 仔細拿著看啊 我幫你拿著 兩根大島間中間 喔 有欸 你仔細細的這個就是巫師 這根本有 這個感覺就是 這次光是不一樣 那個巫師要幹嘛 那巫師就是 那巫師就是 那他短路啊 那他短路他就產生高溫啊 那產生高溫要幹嘛 產生高溫就會發熱 就會發光 喔 產生高溫就要發光 所以電燈泡是讓他轉路 所以才可以成功 可以拿著 你看看 好 好 喔 你先學練快看一下 學練 好 沒事 好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轉路是危險的 好 那在轉路之前呢 他線 還沒有溶掉 可是你可以看到 十安培的導線比較燙 對啊 五安培導線比較不燙 對啊 對 那另外一個想法是 既然是只要五安培 我的線就可以做吸引 通常來講齁 你要跑的電越多的時候 你的電線要越粗 哇 因為 假設他的電流量 我們談電阻的時候 歐五定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談過說齁 你要讓 你要讓那個 電線的阻力變小 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是 增加減電器 增加減電器 對不對 這個是線要短一點 可是你這個導線可不可以很短 可不可以很短 我的電風扇 如果電線只有十公分 才會去買那個電風扇 這你夾 百分之幾 你也不會啊 電風扇我的插座 我還把電風扇架高 才差得到啊 對不對 你的導線至少是五公尺 兩公尺 很長啊 對不對 所以你電線越長 你的阻力會越大 那另外一方就是 截面器要大一點 你的阻力會變小 對不對 所以你五安培的電線要通過 因為十安培的電線要通過去 你用哪個導線要粗一點 對 我是 十安培 那麼多電壓都會這樣 變粗一點 它不是一秒 一秒就過一個 兩秒就過一個 這一秒就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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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比較好 十安培 不是比較好 十安培有的電比較多 所以它導線要粗一點 所以當我的電壓是 兩百二十安培的時候 我同樣的輸出功率 導線可以吸一點 第一個 導線可以吸一點 第二個 它的發熱量比較少 所以它是比較好 危險的 危險比較高 危險比較高 所以 如果在 可是 它插電的過程中 你去摸那個電線 它會變得比較溫暖 再講一遍 那個不是說 誰會變得更溫暖 電線 然後會比擦電明顯 更溫暖 當然會啊 像 你下次你們家用電鍋在煮飯的時候 你去摸電鍋的線 它會燙 它熱的會到燙 它熱的 你不要去摩擦座就好 摩擦座會怎樣 摩擦座 摩擦座 那個技術是什麼 摩擦座有時候是摩擦座裡面 還是摩擦座表面 沒有什麼摩擦座 我們以前就有同學 為什麼把手伸進去 以前 我以前在那個學校 有一個同學 他在二年級的時候 跟另外一個同學 那 因為我們就本來上課 我們有一些年 孩子年紀比較大一點 他就撇一個二年級的同學 我跟你講 他這個打電線 會發紅的事情 他說真的嗎 好啊 他瞬間短路 他燙到啊 他瞬間短路 他手就燙到啊 然後噴出來就噴到他 手就燙到 沒有回憶 手就燙到 但是這樣什麼啊 整個學校的店就跳掉了 哇靠 對啊 那我戴上手套去幹這些事情 什麼 我戴上手套去發 那幹嘛 像手套在你那手上啊 因為太熱了 那我要不用那種 吃雙魚片的夾子 吃雙魚片沒有夾子喔 有啊 用那個什麼 不沾夾子 就進去夾雙魚片 你可以在家裡試啦 好不好 然後你家燙到 不要 要來找我 怎麼老實說這樣 居然家裡試試看 沒想起 沒想起 很危險啊 所以不要讓大家反路 所以你看這個國家 他如果用220的電力就好 就是 他這個電源線可以吸一點 接省 對 接省 有量小 他不會有熱膳肢 熱膳肢很少 他是省電 他可以省電 缺點是 220度 不小心電到可能會死掉 有 有 電到的可能是太低了吧 兩個人一直講話 就聽不清楚了 算了 那倒不就用不適合照 那倒不就用 這倒不就用 公率啊 同學 我 踢上去 公率什麼 公率是我 我還要說什麼 可是 本電到的可能性應該很低 所以你可以用 簡單的講 110呢 電到可能就很少 但110的我電140 我怎麼都不會死 那220的電的時候就死掉了 哦 對不對 跟我意思 相對來講 危險性比較高 所以 譬如說家裡有小朋友的時候 尤其剛出生的小朋友 如果小孩子 一兩歲 他通常搓 他你要去亂搓啊 所以說 通常小朋友 有家裡的小朋友 家裡會買一個 就是 安全插座 就是他插座上 會有一個塑膠蓋盤 蓋著 避免小孩子去 墨盤那裡面 可能拿槍匙 就搓進去 哇槽 對啊 我跟你講 我看過一個新聞 他是這樣 他有一個小孩3歲 他有一個出生 剛出生的小弟弟 就剛出生幾個禮拜 這樣子 他媽媽有一次 就把小朋友 就餵完奶 就放在那個 腰床上 就去廚房房 小弟弟就拿個牙籤 因為他剛剛 他頭這邊有東西在跳 因為他腹還沒長齊 在跳 他就這樣 插進去 就死掉了 然後衝門這邊 衝門這邊有指頭 他小朋友剛出生 衝門是還沒接待 他會跳 他隨著心 他在跳 那3歲小孩就走 他就拿牙籤趕上去 小孩就這樣 就是很競爭的地理 蛤 然後 你不要再把地理 對 不是 是我碰過 我碰那個 沒怎樣 好像 碰沒怎樣 在大圓 什麼 不是 他是把整個 人家在查 你不是說 什麼 是出門的出電嗎 卡卡的聲音 是嗎 插什麼 可是我就是 他連接都在我 我就把 我就把 我就把他插 拿出來 有沒有碰 就沒怎樣 這個 欸 沒有碰 好 OK 你約的話 可以再試一次好不好 真的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啊 我看不出來 你不要試一次 麻麻 麻麻 OK 但是 事實上100億的店 我以前我爸是做水店的 他說他們以前去 看那個店有沒有店 因為事實上有一種 比叫驗電筆 你手握著驗電筆的尾巴 去 因為這個兩個店 他事實上有一個地方叫火線 有一個地方叫地線 地線 地線來講通常是指的是 零符克的地方 火線是供電的地方 所以拿到驗電筆去碰 碰到 碰的時候 它是不會發光的 可是碰到 這可能是在112都會發光 那怎麼不會有事嗎 不會有事 那驗電筆不會有事 但是 你兩人都會有事 就是 不會有事 驗電筆只是他感應 一些微小的電流量 所以他不會有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發光 你說那裡面有電 你就知道這個電還沒切掉 因為你要除皮的時候 他就說 欸 那個 你去把那個電關掉 可是他關掉沒有 你不知道 所以安全還是要驗一下 驗有沒有電 要戳一些 但是以前老一派的 他們師傅 他們這麼看很厲害 他就用手去摸摸看 他就像你剛才講 摸摸看會是媽媽的 但是是危險 是危險 但是非常非常危險 千萬你不要去嘗試 媽媽 OK 所以 這樣子乾理 清楚嗎 為什麼要用220或用110 我們腦袋要去思考 就是回答這個電功率的問題 去思考一下就好 好 那 電功率其實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嗎 像發電廠發電 發電廠發的電 水力發電廠 他們得必有水力發電廠 發的電 他出來的電功率非常高 因為那個水一直在轉 那個水在轉那個渦輪 渦輪發的電 講到八個電是 20萬 瓦 或者20萬K瓦 K瓦才對 20萬K瓦就是一千倍 瓦就是一千倍 K嘛 20萬K瓦 他們發出這麼大的電功率出來給你 這個地區的人 假設他用110伏特去發 電壓715 電量導致要怎麼出 這樣導致的電流量多大 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V乘讓I 20萬 哇 那你看I有多大 100量 那這200萬安培電壓多出 這有錯 我不知道 非常沒有錯 可能這麼粗的電線才可以當200萬安培 這感覺是鋼彈內用的 一般電流量在使用中 它都會跟斜面機成正比 就是你用的電越大 你的斜面機要越大 我知道 所以你看這麼大的電線 那就很麻煩 所以怎麼辦 這個電壓增加 所以一般電場輸出來的電 它都是高壓電 高壓電 它高壓電可能是多少 但是假設是10萬伏特的高壓電 10萬伏特喔 10萬伏特 所以我的電機儲多少 儲10萬 我只有200安倍在流而已 我只有200安倍 只有200安倍在流 200安倍線還是很粗 兩家人線還是很粗 比高壓電很多 所以你看高壓電 可是你看喔 這是10萬伏特的高壓電 10萬伏特高壓電碰到怎麼樣 10喔 碰到一定是10 所以很多的去 像他們有時候會去清理高壓電電線的愛子 愛子是一種絕緣的裝置 去清理的時候不算沒有電到 死掉 欸 幹啥 比拔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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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比拔多了 10萬伏特 所以呢 電場輸出來的電 要用很高很高的高壓電 那這電塔就用很高很高 怕別人不小心 拿著那個釣竿轉過去就碰到 就死掉了 所以說他要用很高的高壓電塔 讓你容易碰到 所以那個鐵做的很高的東西在參加 對 看來這邊就是高壓電線 他上面就是高壓電 那高壓電要先送到 每個區域會有什麼叫做配電站 先進去之後 他可能是10萬伏對不對 他先降壓 降成150 因為我們115 降壓我們後面會學到 這樣降壓的概念 那這樣吃感應的方式 那看來電線比較粗啊 大概就是這麼粗啦 對啊 這樣跟你剛剛講的 那是什麼 我已經生壓啦 我生的壓力越高 我的電線可以越細 我生的壓力沒有生壓的話 我電線可以這麼粗啊 我生壓完之後電線就可以這麼細 這麼細還是很粗啊 所以啊 對 老師 碰到很粗的電線 如果他有電在跑 我會認為有很粗的電線 他會用的粗應該是電流很大 那電流的大應該是電壓很大 所以你看那個 電線應該是電線很粗的 就盡量不要去碰 我照做一樣電 而且很多高壓電 很多高壓電 他身上是沒有塑膠皮的啊 他沒有像我們家裡自己用的是有塑膠皮的 你意思說他那個感性就是螺絲 就是螺絲的 就螺絲的 那這樣下雨塑膠電線 那水滴下來不會帶電嗎 不會啦 水滴它不是連續的啊 所以假如 天上一座牛石拿下來 剛好不帶電線上的往下 他就會連腳 他也不會怎麼樣 你看到 高壓電線上不是有時候會停鳥嗎 鳥成龜電子 沒有上舟 沒有接地嘛 對啊 可是我上舟就要靠了之後 沒有 他沒有上舟就要靠了之後 那我跳起來 我跳超高度 那個鳥 如果是踩著這條線是不能死的 如果他 懂的意思 兩條導線 一條導線是一千 一萬伏特 這條導線是零伏特 假設這個概念的話 你抓了這一萬伏特 希望你有沒有帶 你有導電嗎 不會啊 可是你如果另外一邊碰到零伏特 電就會流過去了 所以我假如跳超高 我今天 Michael Jordan乘100 然後我跳過到導線 然後 沒有事啊 喔 沒有事 因為你離地了嘛 你離地了 所以一般來講 還有一個東西是 譬如我假設要做一些電工的工作的時候 我要穿絕緣鞋 我穿絕緣鞋 我穿絕緣鞋的好處是 就算我碰到電 我不會電死 因為電不會流過去 你不見到手上 電不會流過去啊 不見到手上 就是流氣 因為你不小心可能會碰到牆壁 碰到別的地方帶電 還是會可能電到 但是 基本上 假如我是穿絕緣鞋 我用手就碰到電 我不會怎麼樣 會有感覺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 沒有幫我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 基本上穿絕緣鞋就是安全的 意思就是說我離地了 我跟另外一邊沒有接觸 像假設這個 假設這是 車子裡面的電池 這邊是24V 這邊是0號 我去摸這邊 我自絕緣鞋 我就是會怎麼樣 可是如果我這樣摸 就會怎麼樣 會通電 電就會從這樣流過去 對 好 他會把你到握床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 電躺輸出來的電壓要很大 知道原因嗎 嗯 因為他電壓因為他 所需要的電點就會很小 所以這邊應該會有一個 哇拉電躺 有 你跟他這邊都有啊 沒有 還真的沒有 你看到這個 都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 有啦有電躺 他旁邊有電躺 流出去啊 那電躺通常是這樣 這個東西 你看 這是陶瓷的 這叫艾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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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碰單邊 如果我只碰單邊 就會有事 但是腳不能碰到地板 可是你腳 如果我腳沒碰到地板 就碰兩邊 就會還是會噁啊 對 要有電壓插 對 要有電壓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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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般來講這種導線 它 我們家裡用的 跟外面在傳輸的 都叫交流電 對 我們現在沒交流 就本來不想講 但是現在如果 為什麼我們先簡單講 交流電是說 它是電是不高物低的 它電壓插是不高物低的 為什麼 而且它是 像我們110 從真110到負1 假裝用0 真110到0 真110到0 220的話 從真110到負110 真110到負110 那 兩牙導線是這樣的 這邊是高的時候 這邊是低 所以它是這樣的電腦 有波 是波 它是賽波 它是負高物低 所以你如果是 那像110 我們110的電的話 是0都是到0 0就跟地面的電性一樣大 所以是 一邊是從 0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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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牙導線是這樣的變化 那 我如果是 剛才要電225的話 它是 從0 110 負110 對不對 負110 110 所以它兩個之間的電位差 是220平特 那我如果去碰到它的時候呢 我如果早就碰到 這兩邊的電位差 如果是200 假設是2萬 我這2萬的電位差 我就變死 我如果碰到它 又碰到D-100 D-100是0 去抓到它的話 那D-100是0 我可能電位差是1萬 我還是變死 哦 我懂了 因為它電位差會跳 但是 基本上你就會搶這個電壓差 你就會有保通 就是從高的丟掉 對 對 OK 所以 呃 電壓 這是電熱能的問題 就是電功率的效應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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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說 如果那些鳥 它同時 它同時站在那個 兩 兩 它如果同時站在兩個 兩條電線上的話 嗯 那它就會那個 電流流 電流流過去 它就會變死 對 好 好 這隻鳥那麼大隻 那這個艾斯 它是很寬 它寬度大概有將近 這樣沒有三四公尺以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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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三四公尺以上 這很寬 它寬度還蠻寬的 所以基本上很難 那很難同時跨到兩邊 很難 而且 它電壓越大的時候 它兩邊會越遠 好 電壓越大會 現在讓兩邊越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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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下一次上課 就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有自行 下禮拜二上課 就慢慢 盡可能 準備一個水果 我們做一下水果列池 好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 我們接下來 中午的比較好 什麼 中午的水果 那可以前一天拿 如果前天有拿到一個水果的話 我們可以前一天拿 如果可以準備不同水果 可以看不同水果 葡萄 葡萄 葡萄可以 葡萄不行 琉璃 可以試試看 好 我們 呃 這裡面有一些東西 課本上有 可以看一下課本 那我問一下 如果說 假設有人 被電 電到了 那你怎麼處理 笑他 趕快 對 那有些人手要趕快往後邊拉 用力的方法拉 一般來講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當下如果可以處理 電源 是先把電關掉 把電源先關掉 如果你不知道電源在哪裡的話 就像你講 比較常學院的東西 把它弄走 把電線弄走 把電線弄走 慢慢拉走 千萬跟 啊 倒了 學臉 就跟著一起電視了 就不要 你要去救他之前 要去保護 可以在一邊的鞋去拉他 穿一塊電線鞋可以 穿一塊電線鞋可以 穿一塊電線鞋 穿一塊電線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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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辦法 就是一定要讓他自己不能倒空 那這種就是 那這種是不是 那這種是不是 要再用電去讓他想辦法 讓他電比較心臟 才會跳起來 再假一點 就讓他被電過的時候 他被電過的時候 他被電過的時候 然後又要把他拉開 就用電的鞋子 不用啦 欸 他當然是想不想 你說 有把家族那個人 統一他的器官電線 那個 那個 你剛剛說什麼 對不起 我剛剛應該是 你覺得把電線鞋子 他應該是 然後他會輸掉 有事嗎 他也習到這些師行 他也習到這些師行 好 我們 我們不能用 我們不能用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 因為我們都是有那個 對 不能隨便說 我拿110的電線鞋 幫你電起來 那很難 像 那個 電影第五級吧 還第四級 他有一個 他腦袋裡面有個炸彈嗎 他說他先把那個炸彈給炸回 然後說我會修課 你就把我救回來 沒有 但是那個太假的 那個不太可能這樣 真的 如果他把他們都有炸彈炸掉 因為他先讓炸彈滾入 所以他高壓電 高壓電通路機的身上 那把他炸彈滾入掉 然後他也快掉了 喔對 對啊 但是他後面就修課了嘛 那你真的把他救回來 但是 我覺得他那邊 那個 那個 就電影嘛 就想說那些電影 OK 科幻電影 搞不好這個可以 對我不知道 那我剛才修練的腦中 我剛才不知道 對 學練才講 反正你不是都失敗 對 好 對 但是你把他救回來 就是修課 他如果修課 你才用這個 昨天你聽到了 修課的處理是嗎 叫ABCD 叫ABCD 這什麼東西 就打一球 這 叫叫CD 你還紅嗎 就是 他這樣叫叫CD 沒事了 對 打一球 沒救 但是如果你看他 真的修課了 你如果可以還是給幫他 稍微 興味付出 後來幫他 類似那種 我沒做 再講一遍 聽說如果不會做的話 怎麼會搞到他真實這樣 沒有關係 你適當的當他心態按摩 跟當他有空氣是好的 你媽 搞到死 你有沒有沒有做 你真的媽 搞到死也不太容易啦 你在外面壓心臟 壓到死要不要 因為他通常有時候是 你講的狀況是 壓在大力 然後他把肋骨壓斷 插到心臟 插到背去 我會打得死不記得 女家不是有熟度嗎 這樣要怎麼按啊 就 瞎眼來按啊 然後按這個教學這樣 中間應該沒有吧 中間的教學沒有 你有學過嗎 沒有耶 你知道那個 他有一個最新的教學 對 變成是兩個女生 然後穿著內衣 然後幫你走 那我知道 下次可以研究一下 然後他們就 那個 我剛剛講 觸電的問題 短路的問題 你解決了 然後 OK 然後我們說 很多電線皮要接地 不知道為什麼要接地嗎 什麼要接地 是不是啊 想問一下接地 接地就是 它差好再多一條線 要接到地 你觸電的話 還是會先從接地 對對對 就是它不會從你 因為你身上還是有電子 它接地線沒有電 它就可以直接碰到 一定要那個 不會差一點點 你知道一直把這樣 好嗎 好嗎 好 好 多的那一條 對 現在很安全 好 現在喔 它的電的插座裡面 它都會把第三條線 直接接到它接地線 那接地線 真正的接地線 家裡面的米桶 電力系統都要做 它把那個電線 買到圖裡面去 大概三公尺深 買了深淵去之後 這整條導線 它可以確定 它可以跟地板 有很好的接觸 可以把電排掉 那這條導線接出來之後呢 它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可以交避雷針 想到交避雷針 可以交避雷針 所以電打下來 它可以直接從地板裡面去 第二個是 它可以 我們三個導線 假如這是 110之間的電壓差對不對 另外這第三條 我們可以插到接地線裡面去 它插到接地線 就導通一樣可以接到地板 好處是什麼 我這個電器系統 這個電器系統 又是一個電風扇 或者是一個電腦 那電腦裡面有很多 一種元件嘛 可能就不小心 有一個導線 不小心外掉 碰到它的殼 這個導出來的電壓 可能不是110 只有12V 可能只有15V 可能是18V 但是你摸到它 就會麻煩了 就會電到 這就是因為它沒有接地 可是如果你有接地的話 你把導線插到接地的話 它12V 或15V 或18V 這個低電壓的電 就可以這樣導通出去 可是電腦外殼 就是塑膠的嗎 電腦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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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金屬物分 還是有金屬物分 而且 它就算是塑膠的 本質 或是塑膠的表面 它有些地方 沒有弄很長 它有索羅斯丁 羅斯丁就是金屬 你碰到它會電到 所以說它多少 實際上我家有一個影響 它就是有落電的問題 我每次有都不想經過它 去開啊 去關啊 就碰到 就會碰到 對 就會碰到 就會碰到 甚至有時候會痛 因為好像對電腦很難 我上次講過 冬天的時候走一走 會開門的時候被電到 就覺得很痛 所以接地是這個目的 有聽懂嗎 接地是這個目的 好 今天大致上就算到這邊了 好 電的部分 麻煩各位要再思考一下 回去步行一下 然後 這裡面有些計算的部分 你們要算一下 對 介紹最後的部分 最後一個東西是這樣 我們家裡面的用電量怎麼好 怎麼計算 家裡面用電量怎麼計算 它的電量 電量 好 什麼叫做一度電 簡單來講 我家裡面今天用了15度電 什麼叫一度電 就是 多少酷油 我猜 簡單來講 我們家裡面用了多少電能 我們是在乎電能 叫二 對 在乎電能 你用了多少 一 一 能量 是哪來做工的 一 你能量越高越做越高工 你做了多少工掉了 我們要看你家裡用多少度電 是要看 用電做了多少工 多少工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講 所以我們的電量 靠著電量 就是鼓勵 你用P 乘上P 然後 就是P 乘上P 這邊回到什麼 你回到工對不對 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同學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你耗了多少能量的意思 你耗了多少電 就是你耗了多少電 那這個單位是什麼呢 這單位是 K 往乘上小十 1K瓦 那1小時 那1小時 沒有 這是一度便的電瓶 我1K瓦的電器用品 我用1小時 這個電器用品 還有幾度電 一度電 一度電多少錢 現在很便宜 現在大概3塊錢 便宜 很便宜 其實說 假設你的電器用品 這電暖爐 它是1000瓦 我用1小時 就3塊錢到5塊錢 所以我應該是10瓦的音量 然後 我用了100小時 所以我只要3塊錢 你的音量是10瓦 他跟你很喜歡的10瓦 他說10瓦 有可能說 但是10瓦是輸出功率 不是耗功率 有東西 輸出功率 輸出功率 但它裡面有內部的一些運作 這一運作還需要一些功率 所以它加起來 可能是也許是20瓦或30瓦 還是很低 一般像我們一般的家用電腦 桌上型的電腦 大概是250瓦 或者是350瓦 算是蠻高的 Notebook大概是80瓦 到100瓦 好少 為什麼 因為它設計的比較 還有主機 沒有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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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設計的稍微比較省電一點 另外一個 它就是它的CPU 比較稍微賣出 它做到很會比較好 電機選手 他玩桌機 他不會比電出力性 在出力性比較強 OK 所以這是電的定義 這是一個概念 所以說我今天要耗電量 很大的 我就會比較耗電 耗電量比較小 比較省電 所以也是這樣的東西 OK 好了 可以下正 對啊 因為很吵對不對 不是 很吵就要用手 用手 對 下次要帶枕頭來 會比較好一點